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被传染到 那个弟弟也是鼻子有一点鼻水 他只是发烧一天 然后弟弟又有鼻水 所以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隔离 另外陈慧玲第二天将前往TVB电视广播城 录制四大唱片与TVB版税风波破评后首个特备节目 陈慧玲还笑称这是四年后的重逢 对呀 已经很多年没有可以在TVB电视台唱歌 大概四年吧 应该是我第二个儿子出生之后 都没有上去过唱歌 所以明天是第一次四年后的重逢